瑞士樂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 201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全球60個國家和地區本港的競爭力排名 由去年排首位下跌兩位去到第三位 落後於美國和瑞士 報告顯示在通脹物價水平高企之下 經濟表現由去年第四跌到第八 污染問題亦都拖累基礎建設排名跌了三位 至於去年排首名的政府效率以及商業效率 就雙雙跌到第二 在立法會提出促請政府提升競爭力的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批評 新政府上任一年施政仍然不暢信 認為是人才初配拉閘成軍 我認為政府必須馬上為各位問責官員的能力 誠信潛臨心態做一次全面的評估和審查 評估他們是否真的有能力、有魄力、有決心 可以幫到香港去提升整體的持續競爭力 若評估是不合格 政府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去作出換人的安排 最重要始終是在於選人 選到厲害人、選到好人 就可以幫政府、幫特首作出明治的決策 從而提升香港整體的持續競爭力 反之如果找到一些武德、武才、又喜歡說謊的人 香港整體的持續競爭力就必然受挫 本港近年過分依賴金融和地產業 相對忽視發展其他新興產業 經濟發展不夠多元化 射弱了香港抵禦外圍經濟衝擊的能力 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 損失我們的行政長官、行政機關 以致到我們全體立法會員是這麼重要的 很簡單的 你要推動改革就要有公信力 有認受性的政府才能做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就相信 今年香港競爭力排名下跌 和亞洲整體經濟幫忙有關 香港在近一年在經濟增長上減盲 減盲的原因我們自己理解的評估 是因為亞洲整體相對外圍經濟的需求 所以亞洲本身的經濟增長下緩 令香港和其他亞洲區的經濟 都因此的原因是下緩的 這個不僅僅影響香港的 這個domainistic economy 經濟表現這個環節 不僅影響香港的排名 都影響其他國家 包括新加坡 由4到5 台灣由7到11的排名 陳家強表示 報告內對於香港的其他評價不錯 例如在國際貿易及投資 排名第一和第二 而商業法例和技術基建就排第一 他認為香港相對其他體系 仍然存在競爭力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彭樂言報導 裡面的導航 我們在致電視機窮中 我們在致電視機窮中